今天是舞台中華教育論壇第二屆 去年十四月 我在表達我自己的著作之前 非常感謝山東海聯會 以及山東師範大學的道立流程 讓我們兩岸從事教育工作的學者專家老師們 一起聚集一堂 共來討論儒家的文化思想 跟我們基礎教育之間的關係 我在這邊我自己提的我的小文章 其實嚴格講起來只是發言的內容 我的題目是儒家經典之教 是中國國旅教育屈主 這個在古代 在我們以前的時代 這不成問題 就是我今天這個命題 如果是古人來說 他會說我是多瑜 為什麼要說呢 是因為國民的 就是我們自己的庶民百姓的教育 這個詳細之教 它本來就是經典之教 也就是換句話說 本來就是成一格的教 怎麼讓我們中國人 可以成君子 最後給你一想 是人人皆有四君子之行 這個計畫是從中書說的 我們在義傳裡面 就說憲全榮無所謂 也就是說 我們每一位中國人 每一位不是榮 沒有出出來 每一個大家都是一樣的 在哪裡有一樣的成德 我們今天會提這個問題 是因為武器運動以後 新聞化運動以後 還滿西化運動的浪潮 讓我們自己中華民主 喪失了我們自己基本的教育心 今天 我們是要把它喚醒 讓我們回到我們自己的核心價值裡面 來做中國人 這個核心價值是什麼呢 那就是我們自己的經典 這個經典 用經典的話來講 四書五經 在諸子之前 在先秦 在這個漢 唐的時候 稱為五經 他們的王孝坦 已經有提過 發展的最後面是十三經 這個在古代的讀書裡 他們多了手套十三經 十三經 作為他們 基本 作為一個 一個字牌 也就是他們的生活 或者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今天來講這個也是有意義的 我在這邊 我這邊小小的文章 拋專演藝 首先我是提出來 這個儒 儒家的古典 你從第一部文語 文語 文語它就是 成德之教的 最重要的一部 第一經 你看 那麼這個裡面 各位第一章 文語的第一章 第一章 我們就說 學而是行之 不亦樂乎 有無之遠方來 不亦樂乎 人不知不運 不亦君子乎 什麼是學習呢 學習就是教育 但這個教育不是我們現在所以為的文件之之 就是知識之教育 孔子教人 是首先要求我們 每一個人都能成德 成為君子 所以儒家一開始的時候就點出了這個主要性 你到後面 這個 到了李濟 看到華孝人也解說三禮 李濟 學技 他有說了 娟子如意 化名成熟 其必如學乎 不學 就不會化名成熟 所以這個地方是對著統治階級說的 也就是說我們要對 我們要怎麼治國呢 那你一定要化名成熟 要讓我們自己的宿民百姓 他可以轉化 他自己先來 把一個社會的這個風俗 讓他存厚 那麼這個是 李濟學技裡面 他就馬上就點出來 他也這樣說了 他說他的教育規範是什麼 是古之王者 建國軍民 教學威脅 所以治國平天下 自己的國家 不是說經濟搞好就好了 不是說我把軍隊弄好就好了 最重要的是要教學 那麼教學呢 這個重要性在哪裡呢 他說雖有智道 服學 不知其善言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 我們就知道 我們所 這個學技裡面 所要告訴 這個為政者 他推展 他的政績 行人政王道 是教我們人民百姓 如何能體悟至大 這個制道就是 人心人政這個制道 也就是孔子孟子 教給我們 那麼 所以呢 在這個 學技裡面呢 他也告訴我們 次學 就是唯學的次第 唯學一次 功夫嘛 功夫要一步一步來 各位看 在這裡面 講了很多 這個每一個 每一個 城市的經濟 比如說 大有書 大有詳 書有序 武武學 每一個城市 行政的城市 他都有他的教育單位 也有他的學校 那麼 我們國民呢 這個 接受這個 基本國民教育 這個就是基礎教育 七年是一小城 九年是一大城 這就已經規定好了 所以基礎教育裡面 就要讓我們自己的 這個年輕人 他們就基本上的 成德之路 就已經有一個開端了 這是學技 他們一個 很重要的 內容 那麼好 那我們說 那麼這個學技 這個禮技裡面 談的這個問題 那麼 內容是什麼 這個內容 這個禮技的經節 這一篇裡面也 告訴我們 其實這個很簡單 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六經 因為六經在禮技的經節裡面 我這也有一個文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這篇 我就不念了 在說各位 可以參考 我那篇小文章裡面 禮技經節裡面所說的 那種 詩教 書教 月教 易教 禮教 春秋教 他們的特色 以及他們的尊敬 換句話說 六經之教 就是經典之教 我們今天話來講 就是獨經 然後在這個禮技 然後剛才王校長也提過了 禮技呢 其實是孔子的後學 以及孔子的後學 後學的論文 它反映出來的就是 古代獨家 最基本最重要的教育理由 古代的為陣子 根據獨家 這樣推展 國民基礎教育 就可以達到 作為養成 什麼是中國人 這個教育 所以我們中國 所謂的中國人 很早 兩千幾百年前 它的基本的一個類型 它就已經形成 那麼我們說 中國人所謂的中國人 核心 就是孔子孟子 孔子孟子是我們三都人 所以三都人是聖人的家鄉 那麼孔子孟子 刊創以後 那麼 這樣子延續了 兩千多年 當然在座各位會說 那我們道家怎麼樣 後面威敬南北朝以後的 佛學怎麼樣 那是路中 道家是 儒家的這個父母 就是作為一個 中國傳統的儒者 儒書人 他的這個主軸 要內聖外亡 要自博平天下 是根據雲家 可是個人的修養 讓自己的內心